今天來到位於九龍公園裡的香港文物塔資館 尋找恐龍化射 門口就只有適鱗類恐龍和鳥虎類恐龍無形仔 真是麻煩這位阿哥的介紹 我補充一下這塊恐龍的發射在赤州發現的 屬於八國幾時期 距離現在有1億4千5百萬年前至6千6百萬年前 是香港首次發現的恐龍化射 樣本是大型年長恐龍 可能是來自恐龍的肩部或臀部骨落 一起看看專家化射清修的過程吧 這條短片是由古物古跡辦事處製作的 真的恐龍就只有這麼多了 沒有啦 難道看完舊化射和2條假恐龍就走嗎 一於走到文物探知館的其他地方 看看還有什麼看吧 文物探知館裏面 在文物探知館裏面 有些小遊戲給我們玩的 例如一些配對題 兩張圖裏面找有些不同的地方 令到我們在趣味之中 認識到古蹟的一些歷史背景 文物探知館裏面 文物探知館裏面 這裏是南海1號與海上絲綢之路的展覽 南海1號是南宋時期的商船 自2007年才被打撈出水 是至今考古發現保存最完整的古代遠洋商船 南海1號出了大量文物 主要有瓷器、銅鐵器、金銀器、七部器等 我們的大量文物探知 等同時看到學位下單 並且觀看 我們有年長的古代 我最喜歡的吸人仔 我最喜歡的吸人仔 轉眼間來到同樣在九龍公園的衛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 尋找下一條龍 它就是清潔龍雅德 看看櫃裏的絕版精品 簡直全都有差不多的歷史 現在香港也很少見到這條清潔龍 其實清潔龍雅德絕了種味 這個衛生教育展覽及資料中心 在1997年5月已經啟用 九龍公園來得多 但沒有進來看過 完全不知道有這座標的 阿德你搞什麼 灑太極了 你不用去清潔垃圾嗎 這個香港多盡嗎 這個香港多盡嗎 阿德 不要去 你看看 你只要認會一個人 他就會繼續進去 看一看 看你這一天你這麼好 和想要成見香港的歷史 我就送一份悲哀給你 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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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什麼做得令自己生日都記得錯了 記住 請清潔香港最大動物 就是不放棄的態度 謝謝你 我會繼續努力的 生日快樂阿德 近日都不見你來宣揚清潔香港 樓上還有一層 但是呢 人真的不是那麼多 這個地方這麼大 應該多做一些展覽等等 令到多些人知道這個地方 從而宣傳一下清潔香港的嘛 嗯 我會繼續送給你 我會繼續送給你 你開放嗎 我會繼續送給你 哎呀老鼠 幸好不是真的 連健康測試機都有,但人影都沒有測試什麼 下樓下戶外看看 這堆吉祥物實在太有歷史性了 其實他們是哪一個呢,我都不認識他們 如果有人知道他們叫什麼名字,就在留言區告訴我吧 來到尖沙咀,順便欣賞維港的景色 順便找奶龍打卡 沉龍記完結,下條片見